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純馬雷根,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望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說一些荷里活巨星 不過不是說他們得到什麼獎,是說他們一些不好的事情 之前我也說過,其實半個荷里活巨星都搬來澳洲住 因為大家知道特朗普執政年代其實不是很久之前,就是去年 美國爆疫爆得很厲害,很多荷里活巨星就來了澳洲 包括今節節目的幾位人兄 包括Natalie Portman 就是叫尼坦尼寶敏 寶敏小姐 大家應該看過她的 一個很有名的電影 Black Swan 黑天鵝 這個真的蠻好看的 但是她的成名作就是同星 沒錯 Leon the Professional 當年是叫做這個殺手不太冷 是一個大熱的 後來周星馳那一套叫 會運夜 戴個眼鏡就是學她 戴個黑超 這個保民的 Black Swan 黑天鵝的電影 其實就是第八十三屆 奧斯卡金像獎有五項提名 她自己也是因為黑天鵝這部電影 成為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還有多個工會還有電影節 都是有得獎的 她也是有來澳洲被疫 不過有成就不代表可以做壞榜樣的 原來在澳洲色尼封城期間 保民和她的老公班志文 其實被拍到和另外一些一線的好友 是誰呢?就是波叔 波叔是誰? 就是沙格德朗高漢 不是陳茂波 不是 也不是陳健波 就是英國演員 他2006年的時候 就是憑借電影波叔出城 就獲得金球獎的最佳男主角 其實還有其他電影 我也看過 《大頓才者》 其實這個好看 我比較喜歡這個 《The Detailer》 這個很好笑 另外就是波兒出城 這些都是不錯的 他還有一部 就是在《Les Miserables》 《悲慘世界》 這個叫做 《孤星雷》 沒錯 《孤星雷》 如果是香港逆音制的《孤星雷》 在這個 《Musical》中文的什麼? 《Musical》電影 就是 《音樂》 《音樂劇式電影》當中 扮演一個很屎繪的 人士大家記得 原來也做得挺好的 當然這部戲 我也很欣賞這個 《曉智》 《職晚》 其實也做得很好的 《Till Jackman》 《Till Jackman》 沒錯 也是來自澳洲的演員 做這個狼人的 沒錯 《盧根》 那其實呢 說回這堆一線明星是什麼事? 在色尼 封城期間 原來 這堆 《荷里活》一線明星 就幽災游災玩游艇 他們就被拍到 在色尼北部 玩游艇 享受冬天的陽光 49歲的 沙格 北朗高漢 即是波叔 就帶著他弟弟登上這艘船 40歲的 保文 和他44歲的老公 他老公是跳巴雷舞的 沒有記錯的話 是他拍《Black Swan》的時候 直到他跳巴雷舞的時候就認識了他 沒錯 是法國人來的 你才發現波爾多姆記錯的話 那麼 保文呢 還和他的 老公 班志文 Benjamin Benjamin呢 其實就帶了 兩個弟弟哥 九歲 有一個叫Alpha 一個叫Amelia 都加入了 一起玩遊艇 上遊艇 開開心心 其實呢 他們還是完全脫下了口罩 還有那時候是適離的封鎖時間 即是封城令 因為適離的封城令 覆蓋 全個適離的 居民非必要不允許離開家 但是穿著救生衣的這群荷里活超級巨星 和他的家人就坐在船上看起來很精神 另外呢 波叔 就是這個沙甲不朗高漢 還是負責 好像是駕船那位來的 多開心 他們是不是來拍戲呢 因為據我所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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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寶文現在是 據說來 跟雷神一起拍戲的嘛 雷神就是 一個澳洲人 其實很多荷里活明星就住在新南威士州和昆士蘭州 因為昆士蘭州就有一個某大片場的分佈在這裏建造的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荷里活的景其實都在我們這裏拍的 海景就是了 有一部很出名的就在昆士蘭黃金海岸一個海灘上面拍的 就是叫做 Aquaman 中文是否叫水行俠 水行俠 就是在這裏拍的 是來小弟 鎖住的地方就是 兩三公里 另外 加勒比海盜 亦都在布里斯本某個海灘上拍的 所以 不是在加勒比 不過 因為它是淺灘 就很符合它的劇情需要 所以 澳洲人都很生氣 你這班超級明星 在這裏 玩游艇 和 展示自己的航海技術 是吧 保文和他的老公和小弟 當然 都很開心 坐在船的後面 開心開心 根據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網站 就這樣說 就說 適合人 只可以在合理的理由之下 離開家 包括 戶外娛樂和體育鍛煉 但是就沒有說 戶外鍛煉 和娛樂 包括 坐船 包括 你這支船比較小 當然沒有社交距離 當然 所以 適合人也很生氣 有沒有搞錯 有 游艇戴曬嗎 是吧 其實 英文它 如果直接看的話 應該叫游艇戴 又不是 戴得那麼厲害 不過 都是不好 一大堆人坐在一起 又脫了口罩 還有被人覺得 你有錢 你戴曬嗎 你有特權嗎 荷里活巨星 大家都捱著風 是的 是的 還有 州政府就沒有說明 乘坐船隻 遊覽 是不是屬於 體育鍛煉王 和戶外娛樂 因為水上活動 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你說的 體育鍛煉 其實 據我所知就是 你跑步都是要一定距離的 那你現在走一堆 是不是 沒有社交距離 照片中就顯示到 沒有社交距離 還有 新南威爾市州政府也建議 適理 居民保持社交距離 以減少 這個 傳播 尤其是Delta變成那麼厲害 整個城市依然 是處於 封城令當中 媒體也聯繫了 寶文 和波叔 沙格 不朗高漢 當然 暫時 暫時 他們沒有回應 他們的回應就是 不回應 當然啦 沒有需要回應 看他們眼中這些 其實適理最初 回顧一下 就是在6月26日 開始實施一周的封城令 目的就是把這個 傳播性極強的Delta變種 限制在適理東部 但是 這個策略 未能好好的控制整個適理本地的 叫做眾生館的人 所以 星期二的時候 已經18例 令到邦大 就是這個邦大 群聚升高到225例 還有100多例 尚未知道最後的結果 所以到了星期三 就是昨天 我都出了這節目 就說封城令 再延長一周 看到這些 荷里活巨星這樣玩法 大家好像都 不太收貨 這部電影很不順的 是呀 尤其是你那些外人 大家都覺得不好 你又可以玩 為什麼 你做演員大了 而且你是外人 如果你是本地人 可能都會放你一馬 你是外人 你又大大大大這件事 是呀 是呀 所以 我也覺得 現在這樣的時候 這樣搞單的東西出來 我想就有些人就很討厭 這幫荷里活明星 之前也都說過 也是荷里活明星 也都是有違反限聚令的 我就覺得 不如 在家裡乖乖地 坐一會吧 不過他又可以這樣說 如果不是封城 我沒有時間的 我要拍戲呀 是吧 可能是 喂 寶文女士 你都不用怎麼拍戲的啦 現在 是吧 是呀 還有 最怕就是這樣 顯示到 你又有錢又有特權 那樣 是呀 是呀 保文女士呢 其實 這幾年都減產了很多呀 家產說得對呀 都算是少了很多呀 他轉幕後 據我所知 他是監製 他做過一兩套 那沒有啦 他是轉幕後的 嗯 其實 是 你說 他 以同聲來說 他是算是冷暈的 沒有變壞 還進去做哈佛讀書 是呀 認識四國語言 那算是這樣的啦 為什麼認識四國語言呢 因為他老公是法國人 其實他法文很好 德文也很好 英文當然是啦 但是呢 他有個身分紀特別下 其實他是以色列人來的 希伯萊語 當然就是他的母語 所以他也跟波叔玩得來 因為波叔都是希伯萊語 就是他都是以色列人來的波叔 是 不過就是英國出生的 其實他是沒錯 波叔希伯萊語也是很厲害的 當然他的英國口音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講little 都是跟很多英國的 現在其實 中下階層 不知道中下階層這麼說的 有些年輕人都會這麼說的 little 就是把T音全部散開 你聽他唱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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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聽到 哈哈 他也是比較地道的英國人的 那麼 當然啦 波兒出生我覺得也挺搞笑的 那麼 就是叫Buno 英文就叫了 香港也挺有趣的 波兒出生 那麼 Anyway 這個也不是 重點就是 這班 荷里活超級巨星 應該就管束一下自己了 不要讓別人覺得你們是特權階級 就是這麼簡單了 好了 那麼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